昨天有消息传出一名巫统的资深领袖 因为涉嫌非法挪用超过80万令吉的基金汇款额 来偿还个人和妻子的信用卡账单 明天就会被反弹会传照来调查 那英文信报在今天就引述消息率先揭晓谜底 而这个人的名字和那集一样如雷贯耳 而他就是刚刚中选的巫统党主席阿末扎西 被点名的阿末扎西他今天马上出来回应了 针对新闻指他涉嫌挪用80万令吉基金 而将被反弹会传照路口供 阿末扎西在记者会上证实了 明天他会到反弹会路口供 但时间不确定 阿末扎西还解释 报道中提到的基金会 其实是属于他家族的基金会 而用途是做善事 至于里面的钱呢 都是他和他朋友捐献的 另外针对阿末扎西被反弹会调查一事 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回应阳光日报时表示 移民局并没有把阿末扎西列入禁止出境的黑名单 因此阿末扎西目前仍然可以自由进出我国 那反弹会针对阿末扎西所展开的调查 不只是挪用80万令吉基金会款项的这一单 明天反弹会还会针对阿末扎西 他在2015年声称前首相纳吉 接受沙特阿拉伯王室26亿政治现金的这一单案件 向他来录取口供的